在这东云双神的部分呢 其实大概是价格落脚了160到180左右 大概是200万以内就可以来入手这两台车 但提到这个超级跑车 很多人想说啊超级跑车 真的是想都不用想了 一台要嘛只是500万就600万哦 实在是赚了一辈子钱都不可能买上了一台 但现在好像也不用这么的悲观了 因为其实只要台币大概240万元 你就可以入手了一台超级跑车 而且0到100公里之内只要2.95秒 就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就来看到是在这支院呢 就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超级跑车 也就是在雪佛兰Kofi Z06这一台 售价只有7.9万美元 8万美元有找 8324码240万元 将会在明年的春天要跟大家问世 搭载是在这个V8的机械式的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8速的自排变速箱 号称有650匹马力 刚提到了0到100公里 只要2.95秒 这个号称是史上性能最猛 科技配备最强的一台车 说是这个纯种美国肌肉超级跑车 Eric 是 这个车子像雪佛兰这个Kofi Z06 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纯种的美国精神跑车的一个代表 那像这个车子呢 因为它现在最新的是2015年春天要要上市 我们刚刚提到有这个8速的这个自排变速箱 它现在这个自动排档变速箱的这个换挡的速度 是已经快过这颗变速箱 已经快过保时捷的这个PTK的换挡系统 这个车子一样在方向盘后面有这个波片 我们可以手动的直接换挡 而且它的加速快过于这个 它这一款车子自己7档手排变速箱的加速来得快 那它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当然只要8万块美金就可以买得到这个车子 那如果你想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加速力道 那大概除了日系车GTR可能要11、2万美金以外 大概法拉利保时捷 你要有这种的加速成绩的话 大概都要起码最少20万美金以上 才有可能做到这个加速的成绩 所以这个车子的设计呢 最近是被广泛拿来做讨论 就说实在 美国传统精神的跑车 大家都知道它是大马力 然后吃油怪兽 然后操控非常的不佳 可是这个雪佛兰这个Covain这个车子呢 是美系的这种跑车里面 操控性最好的一个跑车 那它也在这个立曼24小时赛车之中 参加这个赛车 从1999年开始参加这个立曼24小时赛车 跟Audi的这个R8成为一个这个劲敌 那也创下了2001年到2004年 四连贯的这个冠军 就是由这个Covain所拿下的 那它这个车很奇怪 它已经历经了七个车型这个世代 它一直以来的悬吊系统都是采用 复合式材质的后面这个叶片弹簧的这个设计 跟现在我们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 这种车子设计的这个悬吊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却拥有相当好的这个操控品质 而且你要甩尾要烧胎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不过其实这台车有名是在也说 有人说其实你要用240万元买到 同样等级650匹马力的车 几乎叫做不可能 但是其实这台车呢 有一定的配额跟产量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得到这台车 要问一下India老爹了 如果说这台车要进到台湾的话 大概税进价一家至少要多少 我们通常会抓就是比如说进来的价格 然后再乘以1.6 然后再加上就是所谓经销商的利润 比如说你大概就是我们统称 大概就是乘以2 所以比如说你8万美金 大概240万 到台北到台湾 不是台北 到台湾大概就是要 大概也差不多480到500了 那这部车其实应该是说 在早年我待过 我在美国待过一阵子 那时候我朋友有买 那那时候这个Z 真的是汽油大怪兽吗 真的 因为其实美国人他在造车理念 其实他跟欧洲跟日本 非常不一样 他们都是玩那种什么叫Coton Mile 就是什么0到60 然后这个1分之1的加速 甚至到0到1公里 他们都是玩这种 所以他们造车的理念是 比较不太包含操控的 所以像我那时候在美国待 我朋友就买过一台 就是一样是Z06 可是它是2000出头年 就是它的代号是C5的那一部 那基本上它但加速一样非常猛 那时候大概也是大概3.8秒 3.9秒左右 那他们就是透过这种 比如说他们都很喜欢那种什么V8 V12 就是什么V型八缸十二缸 然后什么大吸气速 然后又享受那种排气管非常 那种很吵的声音 对对对很低沉 很听起来很好听的声音 可是那部车其实你一开起来 老实说因为我就说他们不要求操控 所以在车身配重上 他们可能比较不要求 那它那种大引擎又放在前面 那后面就一个空空的行李箱 那它就是后轮传动 所以基本上你会觉得说 那个后驱车开起来 其实在弯道里面 你一进弯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刹车要特别早 第一个我觉得它刹车系统其实不太好 上一个我说C5 现在这个C7应该是不会 那我的意思说 基本上因为它是后驱车 可是我们通常会觉得 后驱车应该是转向过渡 可是那个美国车 他们就是它是非常明显的转向不足 可是我就说因为它的车身重量 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集中在前面 所以当你靠这个踩油门 想要来过弯的时候 基本上你很容易屁股会甩出去 而且它是非常敏感的 它比较不太像 比如说像双臂 双臂他们比较要求操控 那前后配重几乎是接近50 50 那这个时候你控制起来 会比较顺手比较容易 可是美国车在弯道中 其实开起来比较不太好看 就感觉屁股被甩出去的感觉吗 对 会甩出去 所以如果说这种 有些人就是会将它的循迹反滑关掉 它关掉之后老实说 我就说它屁股 你油门有时候稍微一踩多 它出去是瞬间的 它不是顺顺的出去 像双臂就是顺顺的出去之后 你还有机会可以修 可是这种因为马力太大 我开的那部好像也 我记得大概是530还是540匹 你瞬间一踩就出去了 所以在原地你要 我们讲说什么烧胎 转圆圈打坨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那这部我相信 这个COVID我觉得 因为这几年 因为那个变形金刚的带动 所以就是让台湾人 其实对这个COVID 它的知名度有明显 所以其实我有几个 就是新车的贸易商 他们已经有接到订单 说我就是要买这部 所以台湾人已经有人在订阅看 有有有 路上已经 我觉得那个 静静有看到 有在路上看得到 这种车适合在台湾开吗 如果说你刚刚提到说 当然因为你这种大马力 台湾就这样嘛 你除了那个 就只能买来放在那个车库 里面好好地收藏观想 对对对 除了大鹏湾可以大脚油 其实一般道路上 二高了不起开到110、120 他们都会讲说 以前还有收费站 收费站就是我收费站给了票 那时候已经停住了嘛 我瞬间 踩油门 去想说那个0到100%的加速 现在收费站拆光了 哇 现在没收费站 我没有办法大脚油门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 他们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事 才会去买这种车 好 就有时候还是会有这个 无用武之地 不过我们还是要请教 文恩是在于说 这个如果是要以同样 这个马力来看的话 有哪几种 这个三秒俱乐部 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些参考 其实在讲三秒俱乐部之前 我就想到美国产品 就好像我们 之前在美国过嘛 对啊 那之前在美国 我是开Sunderburg 四千七百cc 然后那时候是住在波士顿 可是一经过冬天之后 就把车换了 因为太恐怖 它是后轮驱动的 然后一踩个油门 在雪地踩油门 马上甩尾 然后吓死 然后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因为第一次开车开车在甩尾 所以就把它换掉 所以你可以证明到一件事情 其实美国的东西 真的修个大碗啦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们家有一台 L 那个不是 GE的电冰箱 用了快三十年 他没办法 真正他没办法呢 只是很耗电而已 那问题现在真正派起来 害了 事情拌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五楼 所以等于说 当时他是用吊车把它吊上去 因为才太大台了 那现在呢 你没有吊车 因为房车装潢好 你不肯再把它吊下来嘛 那所以说 现在那个西红 老板说 你这个冰箱在这么大台 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冰箱 当冰箱是怎么放下去 现在还吊出来 等于说现在的冰箱 还是放在那边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移动 因为美国东西就是 很大台又很重 然后又耗电 然后又耐用 这是我的观点啦 那只是说 如果说我们单纯 就三秒俱乐部的话呢 你真的 Chevrolet的车 只要七点九万美元 我说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如果说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同级的车种的话 包括法拉利的458 458的话 也将近要三十万美金 或甚至于 Lamborghini的一个所谓的车 也是将近要四十万美金 甚至包括 那个保时捷的918 Spyder Spider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车 它0到100的一个所谓加速 大概也在三秒之内 也要84.5 2500万台币 对 84.5万美金 然后包括Nissan的GT 算是比较亲密 也要高达 三百三十万 对 一点一万 那如果说单人就选择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美国车的话 它的妥善率好像没有这么高 小毛病比较多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让我选的话 我会选择Nissan的GT 因为毕竟真的 虽然说我们有钱去买Spider 可是还是要低调点买GT 就好 就还是比较亚洲系一点点 比较操控一点 还是要请Eric来看一下 另外一台也是 这个号称是男人的梦想 是在Lamborghini这一台 这个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入手的 一台要价1.3亿台并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Lamborghini 这个为了庆祝这个50周年所生产的这个号称全世界最猛的牛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超跑界Lamborghini叫做牛 这个保时捷叫做哇 然后这个法拉利叫做马 因为它的logo就是一匹马 所以这个是号称全世界最猛的牛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 它是用的这个V12 就是V型12气缸的这个引擎 然后0到100的这个加速 也是2.9秒 跟刚刚这个Covain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车却要330万欧元 大概是1亿3千万台币左右 那这个车呢 它全车利用这个碳纤维打造的这个车体 然后呢 重量大概只有1450公英 所以它非常的轻 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加速性能 甚至它的这个急速 有到345公里每小时 所以是非常的快 最重要的是它限量只有9步 全球限量只有9步 所以会成为这个Lamborghini的这个Fancy 疯狂的真香想要去收藏的这部车 就是有钱买不到 对有钱还买不到 假如我今天是这个Lamborghini的车主 我才在这个Lamborghini车主这个交流活动当中 如果我有一部这个牛王的话 那我应该就是割了吧 好这一台的部分呢 还是要请这个Andy老爹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性能吗 基本上它就是我想我会看它的这个观众 消费者应该就是第一看它的独特性 它的外观造型非常的选 然后它的整部车就是有非常 非常应该说你无法想象的一个线条设计 那整部车弹就是说为了它的操控 在空气力学上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那当然就是在像刚刚Eric讲的就是在 特别在它这个马力的部分 V型127缸然后它的马力750匹 0到100加速只要2.9秒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限量9台 所以这个我问过台湾的代理商就是Gamma 那他说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买不到 而且通常会可能原厂还会喊价 但有人在询问这台吗 有有 台湾有人在询问这台 有人在询问 但是因为全球这么多的这个Lamborghini 这个owner想要去买这个车 所以台湾总代理这边Lamborghini 台北这边是很可能非常不容易的抢到 这个酒量的配额很难啦 非常难非常难 好不过其实人家说一台好的车 其实也是要看驾驶嘛 就是你要能够驾驭得到 其实才能够算是好车 在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台湾也是有类似相关的驾训课程 这要问一下你丢老弟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动力输出 就是说马力跟扭力越大的车重 其实它操控起来越不容易 包含我们都会讲说你驾驶本身的技术 你要特别要经过一些训练才有办法 那包含你对车辆的整个体验 动力输出之后透过底盘 透过椅背传递到你的这个这个背部 然后再包含你的双手握着方向盘 你其实你要非常了解说 你这部车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 就好像你穿鞋子嘛 你一定要买一个穿起来舒服 然后又非常好穿 可是你又可以知道说我到底踩到什么路面 这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说 其实对这种大马力的车 你要特别的小心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也是超跑玩家 他姓林 他就也是从国外买了一部车 当时买价好像大概是一两千万 马力在五六百匹 结果交车很高兴 晚上交车去去去牵车 所有功能都摸完 对就试测好 半个小时后电话来了 我撞了 就在那个仰德大道上 会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熟悉 还是说他开太快了 其实他不熟悉他的引擎出力 我先其实 仰德大道我想你再开 了不起大概也是八十一百一百多 其实也不太 也开不了多快 对也开不了多快 因为山路嘛 可是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它是涡轮增压 所以在早年的车 其实涡轮增压 它其实你感受不太到 它的瞬间的出力 就是说当你踩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turbo lat 那它不小心的地方就是说 它在一个右弯 那它的山在右边 然后呢 它觉得它要出弯了 它油门就瞬间 它可能把它当match开 你知道吗 封一个油门一踩 结果它turbo一开的时候 我记得它是马力 大概七八百匹 结果整个屁股就啪就出去了 因为你抓不住那个动力嘛 这时候你又没有那个技术说 去靠着方向盘 或者是甚至赶快收油门 补一点刹车还是怎么样 去平衡那个车子 突然带来的力量 它就没办法控制 它就 怎么屁股出去了 好 这时候刚好对面 还真的是match 有一台match 就下山 结果它屁股一甩出去 把那个match就撞到山下去了 撞到山下去啊 对啊 然后撞到山下去啊 听说架 我听说的啦 那个架子好像还是一个女生 她吓死了 她说那部车 为什么突然屁股在我前面 然后蹦 它为了要闪 还是撞到了 撞到之后就 就掉到那个山下去 可是还好有被几棵树卡住 那那部车呢 打了陀螺之后 前面又撞了这个山壁 所以等于是前面后面都毁了 那部车好像就是 你看买了一两千万 然后开心的半个小时 然后后来修了大概两年多 因为那部车非常稀有 所以它带料 那它这样子修要自己付钱还是修 当然啊 当然啦 所以我就说其实 你要开这种超跑 我们常看到说什么法拉利啦 连勃基尼在路上转 有些网友都会在旁边酸 他说啊啊 有这个前排这个车 可是你没有这个技术去开这个车 其实开车是 开车不是说 你转方向盘 踩油门 打档 我就可以开 其实不是 对这种超跑来讲 真的是你开起来要特别小心 那是不是只有专业的赛车手 才能开来包给你这种车吗 一般的驾驶不建议 买来收藏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是你开一般的车子 你油门踩 踩多踩少 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可是像这种超跑等级的车子 它的动力输出 跟油门的反应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就常讲说 你开这种车子 不能油门只有on跟off而已 你还要有非常smooth的循序建计 有10% 20% 30% 这样子去补这个油门 你才能够在转弯的时候呢 不会因为一个不小心 瞬间油门踩的太大力 然后你的车尾就像 Andy老爹刚刚讲这样甩出去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大多数的人 可能没有循序渐进的去 开这种大动力的车子 就一下子就跳到了很高等级 这个超跑等级上面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handle这个车子 那其实现在像国内 有一些车商 也跟国外这边都同步 就引进了一些驾训的 这些课程 包含宾室 BNW跟ODI 都引进了非常多 这个驾训的课程 像我知道大概 今年年底 宾室还会在这个南部 这个大鹏湾赛车场 办一个这个驾训课程 那其实费用都不会很高 可是都是邀请国外的 专业的教练来教导 这些车主怎么样开车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个驾驶超跑 或是学识驾驶技术 就是在去磨练一个 叫做什么 失控控制 怎么样把失控控制住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车子开了